分享 那本來我想 我們現在開始是要開放 Q&A 那我剛本來第一個問題是想請教向您 就是整個在天母綠域這個社區運動裡頭 居民的態度 莫剛你大概都已經解釋了 就是大概都是一路的新的人口 然後就老天母人都一出 所以對那個地方感情比較淡 對 所以變成就是說 他會認同他也簽連署 所以我們的連署光是街頭連署 我們就可以拿到三千多分 所以我們也做了很努力 然後那其實大家都認同的 只是說今天你要叫他出來幫忙一下 然後做個訪談什麼的 大家就閃到不知道去哪裡 這個跟我跟幾年前那個林內粉化爐 他要做環境訴訟的時候一樣 那個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大概就是都OK 可是真正要請你當原告的時候 要簽尾認狀的時候 這時候就閃到 理性又出現了 不知道閃到哪裡去 結果他們發現啊 鄉下地方他們發現說 喔 真正敢站出來女性比較多 對 沒有錯 而且像那個天母那邊的一個狀況還蠻特別的 就是很奇怪喔 然後就是他會一直在 大家來參加導覽的時候 他們就說 喔 那個政府喔 實在是這樣子不行啊 然後你知道他把我們天母弄的那個樣子 然後喔 講的比我們還好 就說那個阿姨你要不要一起 那個就說喔 好像不太好吧 然後馬上 然後還有我們那一天的心情 這樣三溫暖這樣子 上下起伏這樣子 那所以變成就說 變成就說 就還蠻有趣的 可是呢 一談到說記者會 要出來討厭的時候 那就有啦 高頭露面的時候 就是 我要出來要幹嘛發洩的時候 他會出來 可是出來做正事的時候 就不行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開始分類 就說 這一批是那個 記者會跟動員的時候在call 對對對 就把它分一下 那這樣子你們那天會來就好了 他說喔喔 一看照料就好 對 他們的 他們就只能做那一天啊 對 我想台灣各地像湘米這樣的 呃 你剛剛說你是素人 什麼 我也知道素人 我們素人團體 素人運動什麼 素人運動什麼 我們完全沒經驗 所以其實後來我們一一出 因為其實當初我們出來 那雖然有很 其實我們真的還蠻幸運的 因為剛開始就是因為 漢森他們來幫忙 然後在他們的一個那個 講得很清楚 你要先去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記者會玩的時候 你要去找誰要什麼什麼 然後就很清楚列串 然後呢 列串我們就去做 然後做了之後有問題再去問他 那因為其實我們跟別人比較不太一樣的是 因為我們是主動性 所以我們一直在問說我們要 再下一步我們要幹嘛 再下一步要幹嘛 然後我們就會去做 然後我們不會說 欸你來幫我們好不好 我跟你講 你要人家來幫不可能 因為人家也很忙 而且他不住在這裡 還會引起跟居民的對立 所以為什麼有的時候外來團體 不能講外來團體 夥伴團體它是我們的顧問 是背後的後盾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認知 我們不能期望說你應該要幫我們做什麼 因為它是我們的後盾 就是說所以我們在做的這個過程中 變得說一遇到問題的時候 像我們那時候協調會要做那個簡報 我們今天試著自己弄 然後後來已經弄到快神經分別了 就說 我就丟給翰森說不行了 我做不出來了 然後那時候已經半夜十二點了 然後結果後來翰森就幫我弄 他說我弄好了 他十分鐘就改好了 然後我已經花一整天的時間在搞那個 然後他就丟給我 他說哇好清楚喔 然後我就從這個地方 我就等到學習說 這種東西我應該要怎麼弄 然後弄完了之後呢 你在下一步 你會碰到下一個問題的時候 文資審議 然後文資審查的夥伴就突然出現了 就是他們跟阿茂老師 OS聯盟他們就出現了 然後就趕快 還有維修嘛 對啊 就趕快去抱他們大分 那這樣子 在下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就是去問而已 隨時會員都會出現 對然後因為我們很遠 我們通常重要重大的決定的會議的時候 才會請伙伴團你過來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分辨 什麼是該往哪邊 然後什麼是對的時候 就會請他們過來 然後請他們過來之後 我們了解了整個全局之後 我們會根據我們在地的屬性去調整 我們不可能照單啦 因為我們 然後因為你光是行動上就有差別了 因為他們這樣就說 啊你們要那個啊 我就說 不行我凶不起來了 我不會吵架 我們不是屬於那一種很矯正的啦 所以我們都一直走那種溫和訴求 然後希望就是是和平理性的那一種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會去調整節奏 然後那就是說 等於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是這樣子搭配 然後時間一到我們就找外緣 然後隨時都跟他們有聯繫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那個天火綠綠聯盟 他們有把希望這塊地未來的願景 描述得非常清楚 像那個北投那個圍格要破校 對 那他們的居民就是說 他現在只是消極的自救 就是說希望你不要那個 像學校跑到保護區去 可是他怎麼樣積極的去論述說 那這一塊地應該是怎麼做 其實這一塊地就是讓他在那邊保護 就是一個可能是志鴻 就是一個讓他什麼都不要動 不要擾動最好的方法 那他們也在思考說 那個保護區應該做怎麼樣 比較有願景的論述 都是消極的說 就是自救 不准去那邊擴銷 那我覺得 綠綠聯盟他這一方面 真的是就是說 比較積極性的 建設性的願景 那這一塊地是要 標授地上權 那另外還有一塊很大的 就是那個江銘皮老師 那個廣時博愛院 廣時博愛院 現在已經那個招標了嗎 像是招標後來流標嗎 有流標 沒有另外 6.5公頃 6.5公頃 是6500坪嗎 不講得不算 6.5公頃 好不好 沒有公頃 對 現在我們極度 因為最近 比方說像台北市政府的都發局 大概是在兩個禮拜前 開始又在審議台北市三波地保護區的通行檢討 那我們一直覺得好奇怪 就是說 像違格案 自2010年的差不多5月份的時候 被送到那個都委會去審查 那時候就有一個結論就是說 要先做三波地的通行檢討 然後再考慮個案 那忽然之間 規格案又送出來 那我們當然很懷疑說 是不是市長 已經快結束了 很多那個土地啊 地上權要清倉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每一位台北市民 每一位台北公民 應該都有責任 然後 如果有任何 你家周邊 有一塊國有地 他要被出賣 或是他的地上權要被 被標售的時候 大家應該把這些訊息分享出來 那針對香檸的聯想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他 有沒有就是很很氣美 你什麼樣都沒有辦法推動的 就是在 因為目前看起來都很順利 你算蠻順的 姐姐都很快啊 因為我講的是好不一 哈哈哈哈 沒有我還有內心系沒有講 哈哈哈哈 抱歉不抱歉 有啦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 因為你在那個 其實在取得居民的參與的這一塊 我覺得是還滿挫折滿大的 對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挫折 因為你自己住在這裡的人 你都不關心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們很累很累的時候 就會講就是說 我一個創事 我放在錢外去談來做這個 然後就在想說 那這個地方弄下來 爭取下來的時候 受惠的不是我一個人 是整個天母地區好了 不要說那麼大 至少住邊的人居民 大家都受惠 那其實如果大家都還是繼續這樣子 莫不關心 仍然大家躲在家裡吹冷氣 然後我們要在外面曬太陽 風吹雨淋日散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那反正保不下來 那倒霉的也不是我啊 因為大家都一起啊 他只要一開挖 往下屁肌一挖的時候 大家的房子裂的裂的塌的塌 也不是只有我們家有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只是說 其實我們會撐到現在 其實大概我覺得 應該是我是基於一個 當初的一個承諾啊 幫你把它當作做公道 修煉做公道 因為你這次那個小孩 開下去了 不然你的政策 協調會也開完了 然後都已經走到文字省一點 對啊 你的政策 剛剛程序都有完 對 因為你程序都已經在走了 那你突然停 我告訴你 以後你在講什麼 不會有人抵擬 天母不會有人抵擬 就是你天母的人在講什麼 就沒在拆了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因為這樣子 那有的時候其實 剛好就是也要辦導覽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要被療癒啊 有的時候是在導覽的時候 被參與的居民療癒 然後就會來就說 你好辛苦喔 然後就說 我有拍好多好多的照片 哪怕可能只有一天 也好啊 那就至少就說 我們還是看到 其實還是真的有熱心的居民 只是說我們現在可能還在找 下一步的方法 如何把這些非常熱情的居民 讓他們 以一個能夠附和的一個工作量 讓他們樂於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現在文字省了 是在市政府這個階段嗎 對 文字省議現在是那個 台北市政的文化局 我們當初是提古蹟 然後水渣都全部貼了 因為我們是那時候是怕說被 我們是基於那種 買東西殺價的原理啊 就是說我直接就是提爆古蹟 反正了不起被砍就是歷史建物 然後水渣也有文化警官 對 對 對對 那所以我們是用最高規格 直接開始抓 就是可以 還有盤盤的空間 寫一些他將來如果保存下來 然後整修那個故居那個房子 然後做怎樣的經營 其實我看你們都有寫 其實這個的 這一個的願景 對夏季居民應該蠻有吸引力的 是啊 大家都認同啊 對啊 因為他去卡門頭 做這個比較少 對 對 因為其實現在有一個很尿鬼的地方 就是我就問文化局 比如說啊 你叫國防部回去研議國土國化的這一塊 啊 他又不懂生態 他都來拒訴了 那他又不懂生態 那他是國防部是軍人 他懂本子嗎 他懂古蹟的維護什麼等等的嗎 而且這樣做的話 他這個獨層都保留住了 可是文化局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還是尊重管理單位 他如何規劃 所以我們變成這樣爭取的說 你規劃你要讓我們參與 那這個平台在哪 你敢不敢讓我們參與 你不敢的話 你要不要還給政府 還給國參署 他說千萬不要 我說為什麼 還給國參署上面全部 直接先清光再版 對 因為現在國參署是這樣的做法 就是你要國土要撥交回國參署 錢要把地上路清空 就算樹梅被清 房子一定被拆掉 可是拆房子要花錢 所以呢 他們就透過這樣子的 偉伴的一個計畫器 把這個費用轉嫁到建商的身上 對 然後讓他們花錢 所以為什麼他們 我覺得他們提出來很奇怪說 他我都已經標到了 我才去提這個園區的維護 我都拿到了 我還會好好去寫這一塊嗎 怎麼可能 應該是要 他應該是在標注的條件裡面 要設說你要怎麼維護 然後我要看你的維護好不好 不好的話 你是不能得標的 應該是要往前 他很奇怪 他是你得標廠商 才去做這個部分 那就很奇怪啊 然後文化局就說 管理單位最大 就說我們講的不能算 他說要看管理單位 我就覺得這個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是 有點卡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簡直有點回答強 然後所以為什麼說 兩個案子現在在審議的過程中 他是在打太子在賺 然後剛剛那個我們的有一個圖 就是大家會看到剛剛有一個那個 剛才那個文資審議的那個部分有一張文 因為我是參加了那一次的文資審議之後 我發現到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喔 剛剛我們講整個歷史的軸線 其實大家會看到這邊有個資三岩 然後軍事情報局在這個地方 然後現在資三岩呢 因為之前華布的案子 因為他要蓋個十幾層樓的房子 可是實際上他就在古蹟的旁邊 然後後來那個房子是硬生生的被砍的板 就是你不能再往上蓋 他有限界 所以那現在就是說在資三岩那邊的話 他們打算要把這個保護區再擴大 因為他一定要擴大 要不然他們一定會再繼續幹 對所以他就擴大 他就把它包到軍情局的這一塊 就是那個羽生國小 羽生醫院那個範圍 因為那邊有個齊禮案的岩牆嘛 岩石的槍 然後之前就是為了那個槍開了記者會 然後要求文資審議 然後文資委因為就要猜了 所以文資委員他們來看 哇這個地方 因為是已經全台灣就剩這一個 軍情單位的一個宿舍 然後還有他們的學校跟醫院 所以是很獨特的一個聚落 然後再加上齊禮案石 是很獨特的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齊禮案石的大市場 然後天谷這邊的話 又很多是安山一點 所以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那一天好像是記者會開完的時候 一個禮拜內文資委員就來現刊了 然後他現刊了之後 很明確的就是說 具有保存價值 列策追蹤 非常明確喔 很快就下來喔 然後就要進入文資審議了 很乾脆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有文章 為什麼這個李文 那些文資委員都沒有任何的壓力 文化局也沒有壓力 就這樣子批了就是列策了 因為這邊暫時還沒有所謂的開發利益 對 然後我們的為什麼就卡住了 我就問阿茂老師 他就說對啊就回答搶啊 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一樣的一個 那個那個環境的一個方式 然後那你的這個地方 他們那時候還在想說 就靠這一堵牆弄下來吧 結果就有 真的就那一排圍牆 當然還有後面的一些聚落 對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是看到那份會議紀錄 我就覺得說 欸為什麼他們的會議紀錄這麼明確 我們的會議紀錄 為什麼有點模擬兩個 然後還撥回去 所以這有問題啊 因為天母的那塊地的利益太大了 所以是這個力量在拉扯 那我們本來是有打算是說 要在選舉權希望要施壓 然後我們其實 當初的打算是說 我選舉權就希望你做個決定 留或不留你就講一句話 反正你留有你留的好處 不留有不留的代價 對 對因為至少就說 欸大家就不用再繼續這樣子 沒有說留給夏姐選舉 他們一定會拖的啦 他拖完了等到選票什麼 全部都搞定了之後 再來處理我們啦 就這樣 尤其是文化的 對 沒有錯 那所以為什麼像之前我們第二次 就是文字審議 剛剛大家看到那個黑箱的那一個部分 是好死不死 南港民愛工廠 華光跟我們的會議紀錄 文字委員的部分都是略 現場喔會議 我們在那邊講半個多小時 啊是略喔 那這是怎麼樣 對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們去到審議會的現場 那其實委員都各有一些意見啊 都有些 可是都沒有列入會議紀錄啊 那是正式會議嗎 對 就是文字審議會啊 對是審議會啊 我們是1月16號開的第一次審議會 審議會的會議結論文字委員的部分是略 然後後來 然後沒有結論 對沒有結論 然後華光他們也是 平開工廠也是 然後呢為什麼 然後好死不死 6月20的那次 第二次的文字審議 幫我們三個案子排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跑衝 就衝刺政府啊 前一天啊 就先去啊 然後結果後來 當然那個壓力其實有造成 他們第二天後來就比較保守 然後在審會議紀錄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太極了 對 所以就是 對啊 我以為我想政府在大房 跟草地域的這個風情 可能最近會比較餓死 所以那個時機也比較好 對 那因為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沒有看到 報紙的新聞就是 它不算頭條啊 就是 呃 它的標題是說 呃 國富 國富來源是 就是國家的 財富 來自於房地產 對 都來自於房地產 就包括GDP的指數 其實也都是房地產 對 所以這是一件很恐怕的事情 那因為我之前也是聽過一位那個 專門在做投資理財的專家 他就站在投資者的角色 他有跟我們分享一些觀念 他說 其實房地產這種東西是 它的影響的連帶關係非常的大 因為當時我們大概也只知道就是說 因為 大家說東西漲價變貴啊 幹嘛的 可是不是原物料的問題 原物料都在 它有漲流碟 然後可是實際上真正的關鍵是在房租 因為房租是 每個月不斷的一直在支出的 超過了那一段 那個才是他們最大的成本 那他們在漲還是漲那一塊去補的 然後另外一個更可怕的是 我聽到了一個 原來中小企業 其實我後來有在猜測 中小企業為什麼消失 因為有很多的大老闆 拿了錢發現到 房地產好好賺喔 我在這邊搞半天賣 賣一個月辛苦的鑰匙才賺了一百多萬 我那邊只要錢一投就有三倍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那裡比較容易啊 那我就把錢放到那個地方去啊 哇 然後每天都在那個房地產經 可是都沒有在講他的本業 然後他的專注就不會在他的本業 他的產業就開始競爭力下降 因為他不會投資員工 他投資他自己的那個外面的那一塊 然後那邊賺了錢他就收起來喔 他也不會放到公司 然後呢 那你公司開始 因為員工的薪水沒有起來 你沒有投資員工 那你的競爭力不夠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被產業淘汰 他就說沒關係 我去做那個就好了 我已經賺到錢 然後這些人怎樣 他就失業了 那隨便就是說 大家都是專注在做那一塊 然後那你的 現在整個台灣 有很多的產業的研發 他們不願意去做 做一些辛苦 因為研發十年才唯一本 那這樣不好 所以台灣的產業停滯 是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喔 但是那天聽到的這個觀點說 喔 原來這個影響這麼大 所以大家22K的原因是房地產 難想像 對 對 好 各位朋友 有沒有問題要問小女朋友一語 那沒有 因為時間也到了 那謝謝大家今天這麼辛苦 上班上課 然後7點到9點還來這邊學習 謝謝大家 那我們 結果因為我們下個月的那個 鳥類事件的奧秘已經都 因為我們這個座位有限 所以大概放我們超過60多 我們就全部把他關掉了 市場都已經到過60多了 所以沒有把握 9月份的鳥類世界的奧秘這個市場演講 可能要看運氣了 就是先報名的才有座位 所以我會先讓他入場 因為這個場地我們也不敢 不敢他有存在的問題 不敢容量太多人 那希望下次再見到各位 謝謝 拜拜